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鲍尔被俄军击溃 打破西方武器不败神话 美国提供杀伤性武器极数弹 给乌克兰 寓意何为 北约峰会 泽连斯基被冷落照片传出 真还是假 过去500天里 我们已经在俄乌战场上 认识了毒刺导弹 爆二主战坦克 那么这一次轮到了极数弹药 7月14日 美方提供给乌克兰的极数弹药 以运抵乌克兰 那么上一次 北约坦克组团奔赴 俄乌战场的声势浩大的援助 仿佛还在昨天 这怎么又开始运武器了呢 那些西方顶级的主战坦克 都去哪了 有新闻说 这些主战坦克都被炸了 6月上旬开始 在中文互联网信息中 陆续流传出大量 关于乌克兰鲍尔坦克 被俄军炸毁的报道 报道中 大多都配有 无人机视角拍摄记录下的 疑似击毁装甲坦克的视频截图 以此为题的信息 在互联网中引起轩然大波 网友们纷纷发表言论 说 北约提供的神兵利器 陆战之王也没那么体面 在众多讨论中 有文章就指出 俄军炸毁的并非鲍尔坦克 而是一台农业联合收割机 并配有一张农业收割机的对比图 由此 关于俄军到底是不是炸了 北约的神兵利器 还是另有引擎的猜测 由此展开 很明显俄罗斯方面想宣传 北约提供给乌克兰的坦克 不过就是一些纸老虎 对方肯定不能承认 那么视频里被炸的 到底是农业收割机 还是鲍尔坦克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实事核查 我们在互联网 以俄罗斯鲍尔为关键词 进行搜索 发现很多中文报道中 提到的消息来源 基本都是俄媒 经过查证 包括塔斯社 俄罗斯消息报 今日俄罗斯电台等 在内的多家俄媒 都在不同时段 报道了此消息 其中 塔斯社最早发布该消息 发布时间是在6月6日的6点08分 发布内容是俄罗斯武装部队 摧毁了1500名试图袭击的 乌克兰军队和8辆德制暴使坦克 在当天晚上的23点49分 塔斯社还针对此事发布补充信说明 称 俄罗斯国防部已经上传了相关视频 以证实击毁了乌克兰方面的鲍尔坦克 而在今日俄罗斯的报道中更是附上了标有俄罗斯国防部水印的视频 视频有2分16秒 打开视频 我们看到了一段黑白无人机拍摄的监控画面 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一个疑似坦克的军事设施被击毁的全过程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鼓也在6月6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汇报了此次俄军的战绩 针对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 一个俄语名为军事告密者的博主连发四条动态 对于这段视频的真假进行了分析 这几条动态的文字内容表示 画面中的车型物体更像在乌克兰十分常见的农业设备 尤其是车轮部分与疑似炮口形状的部分 而且在视频中发现该物体的俄方士兵的语音 也透露出他们自己都无法确定目标物究竟是什么 是为了以防万一才进攻了目标 该博主最后得出结论 俄罗斯方面在撒谎 那么视频中的声音 如这个博主所说 无法确定目标物究竟是什么 是为了以防万一才进攻了目标呢 我们再回看视频听一下 里面出现的声音说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军事告密者他的分析 第一 他认为视频当中被打击的目标 和农业联合收割机的形状是非常相似的 虽然从局部对比当中 我们确实看到了这种相似性 但是我觉得图像还是比较模糊 很难用肉眼去分辨 只能说是很像 但是不能确凿 第二 视频当中确实有声音称 不确定目标是什么 这也就是说 比我们这些观看视频的人 得到更清晰视角的俄方的士兵 在当时发起攻击的时候 也没有确认这个目标为合物 这确实令这段视频里出现的 攻击目标是不是暴式坦克存疑 但是一场战役 肯定不能只有这一辆坦克 俄罗斯军方也是很执着 你不是说我这辆看不清楚吗 那好 我再给你拍个清晰地看 6月9日 塔斯社再次发布消息 称乌克兰军队在6月8日 尝试向扎波罗热地区 发动袭击的过程中 被俄方阻击而损失了30多辆坦克 其中包括三辆暴式坦克 而俄新社紧接着在6月10号发布的报道称 俄罗斯国防部展示了被摧毁的暴式坦克 和美国布拉德利装甲运兵车的视频 视频长18秒 点开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几辆坦克零散分布在一片空地上 还有不少坦克零部件散落在周边 以上信息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认定 俄军此次确实攻击了乌克兰的军事设施呢 不过很快 我们发现美国媒体出来助攻了俄罗斯一把 6月8日 美国福布斯新闻发文称 俄罗斯第一次摧毁了暴式坦克 接着在6月10日再次发文表示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片段证实 俄罗斯军方已经摧毁了第一架暴式坦克 我们找到了福布斯新闻所说的流传于社交媒体中的这段视频 视频有38秒 画面较为清晰 疑似为无人机角度拍摄 我们可以从画面中看到一列正在行军的装甲车与坦克 随后被密集的火力轰炸 根据这位博主发布的视频右上角的标识 我们找到了俄罗斯国防部网站上的同款视频 发布时间是6月8日18点18分 题目是在扎布罗热附近摧毁乌克兰方面的装甲车 此视频有50秒 新对比和该视频博主所发内容有一致部分 而先前说俄罗斯炸毁鲍二 是农业收割机的军事告密者的博主 也于6月8日发布了该视频的系列截图 这次他果断地表示 这些被击毁的坦克是鲍二 调查进行到这里其实整个事情是比较清晰了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首先6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自称 击毁了鲍二坦克的2分16秒的 这个黑白视频当中的目标 究竟是鲍二坦克还是农业联合收割机 这个没法定论 第二 俄方在6月8日再次称 击毁了乌克兰军队的鲍二坦克 这时候所提供的这个视频清晰度 是比较高的 经过多方的验证呢 可以确认被击毁的目标 是西方提供给乌克兰军队的鲍二坦克 虽然是一虚一实两个视频 俄方的意图呢很明显 在这里就要彰显自己的胜利 那西方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面子无光 但是毕竟它也只是装备的提供方 倒是被装备的乌克兰方面 好不容易得来的新型坦克 就这么不禁打 真的是一点都不在乎吗 针对俄方频繁曝光 击毁鲍二的各种信息 乌方是否有回应呢 我们对乌克兰通讯社 乌克兰国防部官网 以及其推特账号进行搜索后 并没有找到更多 针对鲍二坦克被摧毁的相关声明 但是在6月12日 乌克兰多媒体广播电台发文称 德国国防部的米特科·穆勒表示 德国并没有俄罗斯 在乌克兰敌对行动期间 摧毁德国暴使坦克的数据 乌克兰多媒体广播电台 报道的内容正式出自6月7日 德国图片报发布了一篇名为 俄罗斯新谎言被揭穿的报道 报道内容便是讽刺俄方 疑似乌龙的视频宣传 西方一些主流媒体 也对此事有所报道 建政搜索到这里 萦绕在心里的一个疑问 明明是乌方的军事损失 但自己却是一言不发 反而是德国等北约国家 发生不断 对于西方来讲 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你比如对于德国 德国它是报二的生产国 报二之前宣传的 比较好的性能 包括长期以来在欧美 还有甚至整个世界 形成的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因为在乌克兰的 军事行动之中的表现 被打破的话 那么当然是不利于 这个德国在这个未来的 军火市场上这种竞争的 对于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其实很尴尬 一方面西方向乌克兰 提供的装备 这个乌克兰方面 在收到之后 形成战斗力需要时间 但是同时政治又迫使 乌克兰必须要尽快地 发起行动 那么让外界看到 让外界形成信心 那么这个过程之中 当然我们说对于一些西方 之前过度地渲染的装备 各种所谓抗俄神器 势必是要从尘态上掉下来的 掉下来的过程之中 西方又要把锅甩着给乌克兰 乌克兰就觉得自己很冤 这里边因为说各方 都有自己的考虑 就是它一定是要有一个 博弈的过程的 现在我们能明确的是 俄罗斯确实是有能力 对鲍尔坦克进行毁灭性打击 但是经历了近500天的激战 俄乌双方对抗互有胜负 为什么偏偏这一次 击毁鲍尔会引得俄罗斯方面 如此频繁地做宣传呢 关于鲍尔坦克 从2023年开年到现在 就多次被提及 尤其是当西方国家 要援助乌克兰武器的时候 鲍尔也是频繁亮相 多国都承诺将援助 乌克兰鲍尔坦克 鲍尔的使用呢 在西方的宣传也好 在乌克兰实际使用也好 考虑到它的性能呢 被宣传成这个单车的性能 要比苏质的 比如说特六斯特72 特80要性能更先进一些 所以呢乌克兰方面的想法 是把鲍尔作为装甲突击的风险 那么借助鲍尔相对比较 突出的单车性能 去压制对面的俄罗斯 像特90啊这样的坦克 就是这样的坦克 刚投入作战不久 就被俄方摧毁 那俄罗斯方面 为什么要大力宣传鲍尔被摧毁 俄罗斯攻击目标的视频中 不能看出是远距离击毁鲍尔 那么俄罗斯究竟用什么先进武器 得以击穿敌方护甲 鲍尔确实作为一款先进坦克 应该来讲在俄罗斯军方内部 也是带来的一定压力 所以我们发现一方面 俄罗斯方面派出 比如像特14 阿玛塔这样的 所谓下一代坦克去对抗鲍尔 那么另外它使用各种 不同的这种装备 从反反核导弹 到其他的一些包括巡尾弹 那么试图对鲍尔来进行拘杀 而且效果还不错 但是只不过从战场的角度来说 俄罗斯方面更倾向于 用其他的专业的反坦克装备 去对抗鲍尔 所以其实俄罗斯方面 对鲍尔的攻击 既是军事行动 更重要的 当然是一个舆论战的情况 不管俄方是出于震慑西方世界也好 还是为了营销俄军的实力 就目前来看 乌克兰没有慌 反倒是美国慌了 为什么美国慌了 新闻见证组不要走开 下节见证继续 拜登的目的只有一个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 只不过这个清单一列出来 把国际社会吓一跳 美国怎么敢就公然地 向乌克兰提供这个臭名昭著的 极数弹药呢 美国常规弹药也库存告急了 所以这一次呢 是暂时性地提供了极数弹药 难道要拿乌克兰的平民来实验吗 那些西方顶级的主战坦克都去哪了 视频里被炸的到底是农业收割机 还是鲍尔坦克 好不容易得来的新型坦克 就这么不禁打 真的是一点都不在乎吗 鲍尔坦克遭遇重创的消息 爆出之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对媒体 公布了一组数据 称 自乌克兰组织所谓的反攻以来 乌军至少损失了160辆坦克 和360辆各类装甲车 对主打缺乏武器的乌克兰来说 这无疑就是雪上加霜了 面对这种糟糕又扎心的场面 美国确实坐不住 关于乌克兰缺少武器 美国的一些媒体也进行了报道 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中也说 拜登总统这番讲话 是他在7月7日接受CNN的 独家采访时说的 他把乌克兰说成弹药耗尽的绝境 拜登的目的只有一个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 只不过这个清单一列出来 把国际社会吓一跳 针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 这一说法 7月7日美国国防部就发布了 拜登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额外安全援助的声明 随后美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 极数弹药的消息不禁而走 各国媒体开始讨论 使用极数弹药是否会对平民 造成伤害甚至构成战争罪 德国反对将极数弹药送往乌克兰 西班牙称极数弹药不应该被运往乌克兰 英国首相苏纳克宣布 英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极数弹药 在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后 加拿大直接对极数弹药的行为 表示了谴责 CTV新闻的这篇报道发表于7月8日 也就是美国正式宣布 提供极数弹药的第二天 报道中说 加拿大政府在发给该媒体的声明中表示 我们不支持使用极数弹药 并致力于消除极数弹药 对平民特别是儿童的影响 报道中还提到了一份 沃泰华条约 由加拿大在1997年提出 条约要求禁止使用 随机散布爆炸性炸弹的武器 因为这种武器 可能导致平民伤亡 我们知道 有一个禁止使用 极数弹药的国际公约 它是2010年8月1日生效的 虽然美国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 但毕竟全球 还有100多个国家签署了 美国怎么敢就公然地 向乌克兰提供这个臭名昭著的 极数弹药呢 打开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军援声明 可以看到一揽子计划的列表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找到 极数弹药字样 不过当我们对照清单中出现的 各类武器一一进行性能查询后 却发现 155毫米火炮弹中涵盖的 两用改进型常规弹药 其实指的就是通俗意义上的 极数弹药 极数极数 它实际上顾名思义 极极中 数就是中文就是绑在一块的意思 DCICP这个词叫什么 多用途改进常规弹药 对于美军的所谓空中抛射子弹的 一个名称 现在我们经常要说的 就是它的未爆弹问题 那么大概 甚至可能最高能到30到40的 这种子弹药在空中撒布之后 它落地之后是不爆炸的 或者说它不是不爆炸 就是它在地面状态处于一个 类似于像冷冻的状态 那么战后人员一碰触 它就发生爆炸 这个属于未爆弹 是很危险的一个东西 而且这种未爆弹的失效论问题 其实不光是对平民 不光是对敌方 你比如说越战期间 美军的这个步兵的指挥员 如果得知要去的区域 提前被美国人用极子弹药炸过之后 他的部队是不出动的 就我不去 因为他认为鞭炮弹 就当时叫鞭炮弹 失效率太高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到现在为止 美国方面也没有解决 对于极数弹药的描述 美国国防部用的是 高效可靠 对于极数弹药的紫炸弹 无法正常爆炸 清除困难 而且对平民造成威胁 这样的质疑 美国生此次提供的 极数弹药的牙火率低至2.35% 但是谁能保证这个数据是准的 难道要拿乌克兰的平民来实验吗 按照拜登的说法 乌克兰军队的弹药快耗尽了 而美国常规弹药也库存告急了 所以这一次是暂时性地 提供了极数弹药 这翻译过来不就是 你有病 但是我没药 我先给你点毒品止止疼吗 显然乌克兰方面对于美国的好意 也并不敢笑纳 7月8日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 乌克兰欢迎美国 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武器 我们长时间以来 一直正式要求提供这些类型的武器 文章最后 列兹尼科夫还提出了 使用极数弹药的五点原则 大一是 1.不会在俄罗斯领土上 使用极数弹药 2.不会在城市使用 以避免平民面临风险 极数弹药只会在俄军集中的地区使用 3.乌克兰将严格记录使用武器的地点 4.战争结束后将排雷 5.乌克兰将向盟友报告 极数弹药的使用情况 不过就在乌克兰承诺 不会对平民使用极数弹药不久 俄罗斯媒体就爆出消息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用极数弹药 轰炸了扎伯罗热地区 而且还会攻击平民 从作战角度来讲 平油弹也好 极数弹药也好 其实最大的程度上 它是影响了民众的生活跟生产 我们说美军的很多极数弹药 包括它在标识上面 是很有问题的 你像他在伊拉克当年 投极数弹药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极数弹药在抛洒之后 很多空射的极数弹药是圆球 它为了避免本国的步兵去碰触 它一般会有比较鲜艳的标识 那么这些条文当然能让军人 有相关知识人知道它可能是弹药 所以我要远离 但是对于普通的民众 尤其是儿童来讲 那么看到这么鲜艳的东西 它势必是会捡的 所以卫包弹 尤其是极数弹药卫包弹问题 杀伤的更多的是老百姓 普通的民众 那么我们讲经过几十年之后 这些弹药本身可能 锈食各方面 它的排除其实也是很困难的 包括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 它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动 总的来说 对于乌克兰的 冲突区域的民众来讲 那么可能之后是几十年的 这种真正意义上的 很难解决的问题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官方网站消息 2022年8月30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 吉勒·卡尔伯尼耶博士 在演讲中 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公开声明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使用极数弹药的行为 都必须受到谴责 按照公约官方的说法 禁止一切极数弹药的使用 储存 生产和转押 所以美国如果向乌克兰提供了 极数弹药 那么就是违反了公约的要求 但事实上 该网站上以地图的形式 展示了缔约国的分布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美国 乌克兰 俄罗斯 都没有签署极数弹药公约 极数弹药 毒刺导弹 新型坦克 当越来越多令人心颤的武器 出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 并不意味着战争会因此而缩短 只能会带来更多的伤亡 而这场已经持续了500多天的战争 终于也有美国人开始怀疑 泽连斯基的目的 说他是要借战争取消选举 一直连任 6月28日 美国福克斯新闻前主播 塔克·卡尔森在他的个人推特上 发布了一条重磅新闻 作为证据 他播放了一段视频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视频左上角有英国BBC电视台的台标 查询BBC官网 可以看到确实有一档节目 对泽连斯基进行了采访 泽连斯基提到 选举必须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举行 我们进一步查询 找到乌克兰戒严法19条确实规定 在军事戒严状态下 禁止举行乌克兰总统选举 根据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 奥莱克西·达尼洛夫表示 在戒严令生效期间 乌克兰不能举行任何选举 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议会选举 《真理报》在2023年5月3日的报道中指出 乌克兰最高议会将乌克兰的戒严令 和总动员令期限 延长至2023年8月18日 你看 不是泽连斯基要取消选举 是根据乌克兰的法律规定 战时不能举行选举 所以在战争结束之前 泽连斯基会一直担任乌克兰的总统 泽连斯基现在也是被美欧家的火商烤 要是真怕他烤糊了 不如想办法熄火 而不是一个劲地往里添柴家伙送弹药 就在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上 泽连斯基独自一人站在人群中的照片 被广泛传播 很多人都说泽连斯基被冷落了 有媒体猜测 泽连斯基因为军事援助的问题 和北约闹了脾气 英国的国防部长本华来士说 乌克兰要心存感激 你乌克兰人不能说提了所有要求 我们都能满足 随后乌克兰的国防部长顾问 尤里萨克针对华来士的说法做了回应 感谢华来士以及英国政府 对乌克兰一直的支持 这番操作也让外界感受到 乌克兰对于武器的需求 和在北约尴尬的处境 这种其实就是看得出来 就乌克兰方面在装备上面的需求 因为它的战场的需要 现在俄乌还是处于在消耗战 这个消耗战其实最后就是耗到其中一方 装备或者是人员耗尽为止 那么现在来看 这种作战方式实际上是很不利于乌克兰方面 因为乌克兰方面 无论从装备体系的数量质量 还是从人员 甚至我们说最基本的人口数量的角度来讲 它在跟俄罗斯拼消耗的过程之中 很难取得胜利 所以其实现在对于战场双方来说 战线没办法变动 俄乌双方很有可能 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没办法有效地突破对方的防御 总的来讲 整个乌克兰的局势 我们说暂时还没有看到和平的曙光 俄乌冲突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洗礼 现在看来俄乌双方都好像是在强撑着 随着战争不断进行 可能威胁到平民的武器 也被用在了战场上 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 还会不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呢 新闻见证组会持续关注 俄乌战场的最新动态 感谢你的收看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